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集 先来看一下俄乌战争,再来看一下美国大选 最后说一说中东哈马斯那些事 俄乌战争方面 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俄军下了一个命令 要求在10月15日之前 把乌克兰军队给赶出库尔斯科 但是俄军没有完成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就希望朝鲜能够给他提供帮助 别说在这方面 朝鲜还真不谦虚 直接派兵要帮俄罗斯把乌克兰军队 从库尔斯科赶出去 可能朝鲜觉得自己挺厉害的 但是事实如何呢 这让我想起了 哈马斯在去年10月7日 愚蠢的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事 当时哈马斯试图帮助俄罗斯 分担战场的压力 结果现在被彻底的打残废了 为当初的愚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那么朝鲜呢 去年10月7日 哈马斯帮助俄罗斯 今年也是10月份 朝鲜也帮助俄罗斯 只不过一个是分担俄罗斯 正面战场的压力 一个是想把乌克兰军队 从库尔斯科赶出去 是不是会有一样的命运呢 俄罗斯自以为引入了朝鲜 这样的一个伙伴 但同时啊 他也得罪了韩国这样的一个 军火出口的大国 面对朝鲜的入屋参战 韩国表达了高度的关注 并宣布了两项措施 一是向乌克兰提供致命的杀伤性武器 炮弹 另外一个就是向乌克兰派出部分的军事人员 这好了 本来是俄乌战争 现在又在另一个层面上 延伸出了朝鲜跟韩国的较量 这样到目前为止 整个世界有三个较量 一个较量是俄乌 另一个较量是以色列跟伊朗 再一个较量就是朝鲜跟韩国 这里我大胆的预测一下 如果韩国倾尽全力的帮助乌克兰 那么俄罗斯一定无法 把乌克兰从库尔斯科赶出去 相比韩国 朝鲜的实力真的是比不上 朝鲜的参战极有可能跟去年哈马斯搅局一样 最终搅了一个寂寞 再来看一下美国大选 今年的美国大选 有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就是一个经济大佬拼命的为特朗普拉选票 这个人就是马斯克 为了帮特朗普赢得选举 马斯克也是拼了 竟然花钱给那些人 让他们支持特朗普 他选择了直接发放现金的方式 在宾夕法尼亚州选情作为激烈的地区 每天发放100万美元 据报道 10月20日 马斯克在宾夕法尼亚州 匹兹宝送出了他的第二份100万美元的礼物 这次的幸运者是一位名叫克里斯丁 菲舍尔的女士 前一天的获奖者是一位名叫约翰德雷尔的男士 按照马斯克的说法 在10月5日选举日到来之前 他每天都会送出100万美元 只在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争取支持者 媒体预计他会送出共计1800万美元 我不知道将来特朗普上台之后 能给马斯克带来什么 但我敢肯定的说 马斯克这样做绝对不会真正的帮助特朗普 这样做太招摇了 这不是明着撒钱帮特朗普吗 太过了 正因为特朗普这个动作太招摇了 于是引起了很多人质疑 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州长 乔治·夏皮罗称 马斯克的每天100万美元的礼物是黑钱 并呼吁执法部门进行调查 人们真正质疑的是 他在这场竞选中是如何花钱的 黑钱是如何流动的 我认为执法部门可以调查此事 它确实引发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此外 选举法专家指出 联邦法律中有多项条款 禁止向选民支付现金 向他人支付报酬 以诱导或奖励他们投票属于联邦犯罪 这是一项可判处监禁的罪行 这项禁令不仅涵盖了金钱支出 还包括任何有金钱价值的东西 比如酒或彩票等 美国法律专家更是发出警告 即马斯克的行为可能越界了 根据美国司法部选举犯罪手册 诱导或奖励他人投票或登记而付钱 这种联邦犯罪可被判处监禁 这项禁令不仅包括金钱的支出 还包括任何金钱的等价物 例如酒彩票和福利等 从马斯克的种种表现来看 马斯克很想帮助特朗普赢得这次选举 我不否认马斯克在科技方面确实是个天才 但是政治方面我认为他是个白痴 马斯克很有可能帮特朗普盗马 每天发放百万美元奖金 看了之后真的是让人眼红 邮件人士指出 马斯克虽然没有直接以选票为由付钱给选民 但如果证明其收集选民的信息的行为 是在干预选举则将构成违法 从这个意义上 马斯克是不是采现了仍有很大的法律解释空间 马斯克很可能犯了右派政治幼稚病 很多人知道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说马斯克前段时间不是在社交媒体说 不是取消了三千五百美元的那个支持了吗 然后怎么又突然大张旗鼓的支持特朗普了呢 有媒体猜测 可能是民主党政策让马斯克的儿子变成女儿了 变性了引起了马斯克的愤怒 但不管怎么样 马斯克这样明着给特朗普拉选票 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举 有钱也不能这么任性 看着马斯克给这些人发钱 一天就是一百万 真的是感慨太多了 我一天最多也就只能赚一百块钱 马斯克一天一百万的这样的付出 将来能够挽回川普对他的投资吗 恐怕不能 特朗普热衷于打贸易战 这样不可避免的会损害马斯克的利益 或许将来马斯克会有后悔的那一天 相比于马斯克这么热衷的希望特朗普上台 诸多前美国高级军官却纷纷反对川普 认为他有独裁倾向 选这么一个人上台真的好吗 来看看他们的发言 最后再来看一下哈马斯的情况 哈马斯的领导人 西马尔被击毙之后出现了跟珍珠党一模一样的情况 珍珠党继承人不断的被斩首 然后没有一个愿意当一号人物 哈马斯也是如此 一看没有人愿意当领导了 他们也学起了珍珠党的集体领导 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 哈利勒、哈亚、沙赫尔、贾巴林、哈利德、马沙尔 分别代表加沙地带 约旦河西岸地区和海外的巴勒斯带 另外两人是哈马斯协商会主席 穆尔默德·达尔维什和哈马斯政治局秘书 出于安全的原因 政治局秘书的身份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看到这一幕有点想笑 看来以色列真的把他们打出了心理阴影来了 不仅如此 在以色列的帮助下 黎巴嫩政府硬起来了 以前黎巴嫩政府哪敢批评伊朗呢 但现在不一样了 黎巴嫩媒体10月19日 报道了黎巴嫩总理米卡提 对伊朗进行的罕见的批评 这位总理以前还是亲珍珠党的 结果最近召见了伊朗 驻黎巴嫩代理大使表示抗议 原因在于哈梅内伊政权 对黎巴嫩渗透太深了 什么都要插手 哈梅内伊的伊朗议长竟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公开说要和法国直接谈判 解决涉及到珍珠党的联合国决议执行问题 从此之外 黎巴嫩军队也硬起来了 敢于在街上殴打曾不可一世的珍珠党成员 这意味着 在以色列的帮助下 黎巴嫩的天真的要变了 希望以色列再接再厉 斩首更多的妖魔鬼怪 还中东一片晴朗的天 让和平的曙光早日降临到这片充满苦难的大地上 我为啥持续关注俄乌战争 因为它的结果将关系未来人类世界大的发展趋势 即使继续向前或后退的趋势 如果俄胜则俄式体系获得更大更多扩张的机会 而巫胜则主流文明体系得以继续发展壮大 于政治团体而言 他们将面临一个新的校长考验 于个人而言 很多人将获得过上文明富足或野蛮贫困日子的机会 因为战争是人类不同群体间博弈的最之间 最激烈最有效的方式 战争或冲突虽然残酷 但也不应会言 否则救世力不会自动退出 心力量很难崛起